大家好,我是马小超 前两天游戏发出了公告,说尖雄要改 看过我前面视频的人都知道 尖雄它其实可以持续两回合 但是现在改了之后 它意思第一回合行动后 这个尖雄效果就消失了 很多粉丝私信我 让我来测试一下这个尖雄改版后到底怎么样 今天六点钟更新完,我也是第一时间上线 我们来测试了一下 看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游戏里这尖雄的描述已经改了 我们找人打试一下 这边看到就穿了四队,第五队就不行了 准备环节它这里加上了一句话 清除洞察,预备效果已是加 然后看到洞察是洞察了三个人 再看对方关羽 圣奇灵迪士选中了我方的太水池和夏侯渊 到第一回合,我们看到太水池出手完 它这洞察效果已消失了 缴械继续生效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回合,这个圣战基本上是废了 这个破阵效果 本来第二回合是打一个爆发器的 现在伤害变零 我们兵补满再打一次看看 看看这一次打了几队 就穿了三队 更加的少了 看到第一队这样的队伍就带了个圣奇灵迪 我就死了这么多 像以前这种队伍都是无损穿的 我们看到第二队也是带了个圣奇 死了这么多 以前这种真的都是无损穿 然后看到第三队 这没有带圣奇灵迪的虎成功 就是跟以前一样无损穿 好了,看完实战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尖雄到底现在是怎么个意思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指挥战法 圣奇灵迪之类的 本来两回合有作用 现在第一回合结束就没有了 这肯定是一个削弱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一回合行动完 洞察就没有了 作为尖雄奇啊 我们都是带着铁奇去吃 速度要比别人快的 等我们行动完了 洞察没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别人出手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一回合 我们可能会吃到别人的主动战法了 这里不应该用可能 应该是用肯定 只要它发动的话 这尖雄在主动战法面前还有用吗 说说是一回合 等我们行动完 这尖雄没有了 这时候别人出手了 把我们控制了 不知道策划这个有没有考虑到 有人会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速度比别人慢就好了 你作为一个报酬企 你速度比别人慢 让别人先打你一套 你再出手 你哪来的爆发力 本来尖雄这个东西啊 就是非常稀有的 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就是很多玩家的一个盼头 是吧 打造装备 你问他打造什么东西啊 打造尖雄 都是为了这个东西 现在这改的这尖雄还有用吗 我还不如玩一个 国家 夏侯渊 潮潮的丹河 洞察齐了 是吧 很多人为了这个尖雄 花钱去买个号 后面继续 抽卡 把号抽红了 花这么大的代价 你说改就改 而且还写着是平衡性调整 大家觉得以前的尖雄 不平衡吗 很多小白玩家 以前靠这个尖雄 去打满红大楼 还有个盼头 现在呢 很多游戏里 都有一些制品装备 有一些特殊属性 所有的玩家 都梦寐以求的 像传池里的特戒 魔兽世界里的成装 是吧 梦幻西游里的无级别 等等 你说它 影响平衡了吗 它去改它这个效果了吗 没有改 为什么 因为它西游 整个游戏里 你能见到几把尖雄啊 整个区里面 这么西游的东西 你去把它再改入了 所以还去追求它 它存在的意义还是什么 好了 这是我今天对这个 尖雄池啊 改版后的 一些测试 一些看法 然后设置到它这个 洞察两至三人 在第一回合 本来我还想再多测试一下 看看具体这个概率怎么样 先今天测试完 看到这个效果 我已经不想往后测试了 这个尖雄池 唉 就这样吧 大家下次见